大家好,我是宣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進地一步 講講港股的情況,今天港股走勢是很麻煩的 其實早段是還可以的,曾經有升幅,上過23,400點 不過下午回來就不太碰當了,一直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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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曾經跌超過1,000點 為何全日叫做不用跌1,000點,但跌971點,收2,291點 成交都維持比較活躍,1,661億 今天跌得厲害的股票,跟昨天做得好的股票,剛剛就是那些股票 包括郵邦,今天大跌5% 騰訊也是,跌4.5% 加上匯豐也有些跌,昨天還可以的,早段也曾經升過,英俊 不過後來也要到跌收市,拖市就跌了1,000點 好,整個市的情況,整個市其實今天有些好消息 只不過好消息就不是很多理,市場不太理 什麼好消息呢?其中最重大好消息就是,盡地一波 即是怎樣提到四個字,盡地一波 盡地一波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美國方面盡地一波 好,隨著疫情的恐慌越來越升級,美國方面的政府 以至聯儲局繼續工作,因為他們的評估 比較糟糕,包括特朗普終於承認經濟衰退 有可能會出現,隨著疫情 而且財長武蔭更加說到,如果不工作去應對 美國的失業率會上升到兩成 形勢又非常危急,之前特朗普說 4月份就搞定了,疫情不用怕 現在說說要到7月或者8月 多了幾個月才會搞定 疫情會持續,會影響經濟 而市場人士也是擔心 這次會出現衰退,其實一次也是擔心出現衰退 而且擔心的倒退程度也算是史無前例 估計現在市場普遍說法就是第二季 美國第二季經濟可能要倒退10% 真是嚇死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聯儲局以至特朗普都盡第一波 聯儲局最近不斷出招,出招頻率非常強勁 包括先是減息,然後是QE 經常在市場注資,最新的一招就是商業票據融資機制 透過這個機制,希望可以直接一張錢引導到家庭企業 這個機制,市場認為是海嘯級或者雷曼級 應對金融海嘯級那麼強勁,或者雷曼兄弟倒閉那麼強勁的市場危機 才會出的招數 現在聯儲局也出來了 特朗普也什麼都砍出來的,什麼漢家暴力也出來了 就是提出1.2萬億的刺激經濟方案 其中包括派錢,好像香港和澳門一樣派錢 初步計劃派錢1千億美元,很快要派出來 比香港快很多的動作,盡地一波刺激經濟 在這個情況之下,美股昨晚曾經反彈 看到道指的走勢,昨晚反彈1千點 這個明顯是好消息,但市場對好消息好像視而不見 道指彈完1千點之後,今天亞洲市場電源又下跌 原因可能和大家對特朗普應對疫情的不信任有關係 之前特朗普一直輕視整件事 現在開始緊張起來,但不少專家認為到現在才緊張 已經過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 將形容美國為下一個意大利,意大利的情況有多慘烈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確診人數已經超過3萬了 美國也是這樣的情況,還有病毒學家估計 十天之內美國的疫情會出現大爆發 以至美國的醫院醫療體系沒有辦法承受或負荷 講到這樣,當然大家就馬上對疫情 對之前提及的好消息,聯儲局 以至特朗普的好消息都視而不見 大家覺得是盡力一波,都未必能搞定整個情況 而且與此同時,亦開始擔心疫情之後的情況 因為看到了,美股彈完之後,亞洲區回落的同時 而你見到美國十年級國債知識,亦都抽回頭 去到1.12厘的水平 看到了,已經升穿了這條下降軌 以至突破20天線 還站在前浪頂,即是紫色箭咀剪住 換言之,開始十年級國債知識出現一浪高級浪 國債知識上升,本來以往傳統的理解 是否市場的風險位納改善呢 所以就離開所謂避險資產呢 現在市場好像不是這樣理解 因為見到十年級國債知識上升之餘 美股在亞洲仍然下跌 如何理解知識上升呢 可能是市場擔心之後可能通脹 疫情之後出現通脹危機,第一個擔心 第二個是否和美國政府盡地一波 又訂一萬多億出來 會對美國國債的供應可能因而增加有關呢 簡單來說是否對美國政府的財政實力 有些憂慮以至令到美國十年級國債知識抽升呢 亦都可以引伸而出 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政府是否還有錢丟出來呢 如果債券市場投不信任票的時候 美國政府還有沒有財政能力去再丟多些招數出來呢 是否已經 特朗普真的已經盡地一波 沒有再招數呢 以至好像聯儲國那樣已經海嘯吸得出 沒有招數呢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個情況 總而言之,形勢就一般的 美股方面一般的 對港股都可能受到影響 那接下來要怎樣走呢 留意幾點呢 值得和大家講一下 首先是道徑先均平均指數 能不能夠今天曾經穿過 昨天穿過兩萬點這個水平 後來回頭 接下來的重要支持位 大家留意手不收到 這個支持位是大約兩萬一千五百點左右 準確一點 兩萬一千四百八十八點 這就是一六年底做出的前浪底支持 這是接下來的重要支持 如果也搜不到的話 就要投尺了 可能會到一萬八千三百點左右的前浪 就是大底 換言之 兩萬一千五百點收不到 就投尺了 道指 另外呢 看港股看什麼呢 看幾隻重磅股 能不能夠 搜到重要的支持位 首先講一下騰訊 當然 因為騰訊公務業績 出來呢 就順利增長十九百點 就比市場預期 基本上符合 因為呢 市場預期增長 九百三十三億 它出來九百三十三億 低一點 叫做符合預期 在符合預期之下 股價會怎麼走呢 能不能夠呢 守著這個前浪底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友邦 前浪底支持就是這裡 大家要留意 這個呢 就是六十二元左右 六十二個一 至於匯豐 今天有好消息 人事人命 就終於出來了 腦頂 一度彈升 但是呢 都頂不住市場 回軟了 就回吐了 重要支持是四十二元 看守不守得住 看完這三個重磅股之後 恆生指數 也要看看 能不能夠守住重要的支持位 第一個呢 就兩萬二千點 不遠了 差幾百點 因為這個是 08年開始的上升軌 說的是月線圖的上升軌 守不守得住 守不住 就麻煩了 兩萬一千五百點 大家留意著 大家留意著這幾個重要位 至於道指應該是 不好意思 應該說錯了一點 道指的重要支持位 就不是剛才那一萬八千一 才是重要支持位 大家留意著 聽說的位 就看錯了 恆生指數 就是一萬八千三 是重要的大底 重要支持位 第一個是兩萬二千點 第二個是兩萬一千五百點 大家留意著 就更正一點點 說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來看見 大家留意著 從她的一千塊